哈啰 哈啰 今天是打折季第一天 OK 大家今天跟乌塔去shopping吧 有没有想到 1月10号是2018年的法国冬季打折季 然后也是2018年第一次法国的打折季 然后每年打折季的时候 乌塔都会去老佛爷逛街 然后第二天就会去巴黎的Wallethof 阿雷村那边去逛街 为什么选了老佛爷呢 是因为这边人比较多比较热闹 店与店之间也排得比较紧密一点 逛街起来如果做代购的话会比较方便 其实打折季并不是每一个品牌都打折 不过80% 90%的品牌都打折吧 今天乌塔就跟大家一起来shopping 让大家看一下乌塔每次打折季都会看什么品牌 其实乌塔觉得今年打折季的力度比去年要好 感觉打折的款式多了 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老佛爷的集合 里面就是有一些小众品牌的包包 设计都还蛮ok的 打折后的价格呢就在200到500欧之间吧 这里呢是什么品牌都有 就是会觉得一些设计师小众品牌 打折后的价格呢 对最后一只吃饭的 好 有的,被人全看 好像每天都会有几十只楼 分底地有巴黎世家也没有折扣 但是其他的都有 华人天炉折扣还蛮大的 今年就有六折 这些都是六折 每年都他必要看的就是喵喵的店 因为呢,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喜欢他们家的设计 而且他们打折品真的还蛮多 我才发现呢,今年做代购的人好像变少了 因为我是下午去的,可能早上没遇上吧 因为去年的话呢 我才看到做代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拍照 因为之前呢,我才有个朋友在里面工作的 他就说,最近老佛也可能打代购打得比较严 就是有不让别人拍照 现在我们取到了二层 二层呢,主要就是服饰 一层主要就是包包 然后这边呢,也是有小众品牌的包包 然后都是一些款式比较特别,比较好看的 但是这一层的价格呢,相对比较贵一点 这种包包呢,折后大概在500-700欧元左右 而且呢,这边折扣也不算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7折8折左右 然后罕见一点的呢,就是5-6折吧 这个包包那屋台看中的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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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的 但因为长蝴蝶结的,没有粉红色 所以就只能放弃咯 旁边呢,Sophie家的包也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折扣也蛮低的,是5折 旁边呢,Sophie家的包也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折扣也蛮低的,是5折 再过来这边呢,就是Cancel 还有AC&E的店 然后打折的东西也蛮多的 东西都还蛮特别哦 然后打折的东西也蛮多的 打折机的同时呢 每一个店家还会上他们的 2018年的春夏系列的服装 但是这些都是不打折的 它就是跟打折的商品放在一起 好可惜哦 因为2018年春夏服装貌似都好好看 最后呢,乌塔呢就在一城看了一点小珠宝 今年的折扣呢也蛮厉害的 而且款式还非常非常的多 连乌塔这些超想买的兔子系列呢都有折扣 那乌塔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打折机呢 第一天给我感觉就是品牌折扣多了 就是有很多品牌好像上次没有看到有折扣 然后就是有参加 yes ok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然后请期待乌塔之后的 去打折村给大家拍的打折片段 之后也会有一个打折机展礼品开箱 ok 敬请大家期待吧 好 我们下家见吧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so